好,那各位同學就趕快找位子先坐,坐下來 我們還沒先到,好,好,謝謝,三位是重要的 走吧 好,那這個各位同學就是 注意一下我這邊 因為今天范老師他那個有會議要出差 所以今天由我來媽媽帶我開場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簡報四個主要的專題 那這四個專題都是由范老師實驗室 就應用密碼實驗室 智工系應用密碼實驗室 所一些專題的一些成果 那麼其實這些專題他們其實都有 有部分的一些成果是有得獎的 不管是系上的一些專題競賽 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像中華電線的競賽 那我希望各位同學可以消一指信一下 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那個我們第一組的同學 來為各位做一個介紹 這樣子 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是智工系大士的學生 那我是王柏洋 然後這是孝凱 然後林治文 然後還有羅瑞 但這是我們的畢業專題 是基於世界獸全知 形狀狀自各自保護系 但知道的就是半軍老師 好,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專題呢 是因為 其實德國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在Android固構圖在商店裡面的熱門APP 有超過10% 就是所要求的權限 所以會讓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陷於危險之重的 那前三名呢 就是像location的話 就是使用者的地理資訊 那IMDI的話 就是手機的專用電視 那還有database 就是像手機機訊號這裡 好,那我們東西就是有一次我們要 現在哪一個 動態多部APP的時候 那就是在安裝之前 最後發現說 它要有權限就很奇怪 像是要修改 刪除SD卡內容 或是要完整的存取權限 不知道你的機密記錄資料 或是手機狀態式沒法等等 那就是一個 動態多部APP 為什麼要這些奇怪的權限 就是想要把它刪除 可是 就是 要用這個APP 我們要 授援這些權限 我們才能使用 所以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這樣一個方法 可以刪除這些 所以我們就想要有權限 但又能使用這個APP的功能 這樣 好,那在介紹我們的APP之前 我們先來講一下 一個APP是怎麼被設計出來的 那設計一個APP 其實剛開始我們會在驗檔中 建置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其實就像一個 上很多文件的箱子 這個箱子裡面有gabacode啊 還有sml文件 它其實都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我們在算寫程式的軟體 因為我們自動產生 會組成我們專案的 相關資訊的檔案 然後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界面 那還有最後一部分 是其他的資源 像是我們的APP會使用到的圖片 或者是音訊檔 等於我們的專案建置完成之後 只要執行過 會產生一個叫做APP的檔案 這個檔案是用來放在手機裡面安裝的 而這個檔案其實就是一個安裝檔 只要把它在手機裡面安裝之後 我們的APP就可以使用囉 我們的APP設計裡面就是 我們將我們的系統分為 行動工智端和尾端速器 都兩個部分 那我們的APP主要用來就是 30呈現嘛 我們會把這個30呈現的工作 交由電腦來做 然後再傳回手機端 讓手機端去執行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架構流程 我等一下會更成手機端和 原來伺服器端來特別說明 首先我們會讓使用者 在手機中選擇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就會根據這個應用程式 去找到我剛剛講過的原始安裝檔 就是APP檔 找到這個APP檔 我們就會把它回傳到伺服器端 那伺服器端就會把它拆開 把這個APP檔拆開之後 就可以去看到它裡面的SML文件 其中有個文件會主存這個APP 使用者首先的APP 所包含的需要的權限 好 把這些權限找到之後 我們就會回傳到手機端 用手機端給使用者去看去調列 那使用者如果要管理不想要的權限的話 就會把一樣的權限做公選 等這些權限公選起來之後 就會再回傳到伺服器端 那在伺服器端這邊就會跟對 剛剛那個SML文件去做刪除權限 把權限刪除之後 就會再重新篇章 組立成一個更新檔 也不是一個新的APP檔 把這個APP檔 再傳回手機端的同時呢 手機端就會把舊的APP 去做刪除 再重新安裝新的 那之後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刪除權限的應用程式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系統的介面 那首先我們寫出來APP的名稱叫OMG 就是取所謂的意思 然後我們簡稱叫OMG 那一開始前面這邊就是我們的 其實的畫面 然後我們提供教學 然後大家可以看著教學 然後按照這些步驟來做 那這邊就是一開始我們會先選擇 想要關於的應用程式 接著就進入主功能畫面 那我們主功能畫面有四個按鈕 那我們主要的功能就是 查看權限說明跟管理權限列表 然後我們也如果有更新資訊 就會放在這邊 然後就是提供大家 專屏的更新資訊 那接著這邊就是 查看權限說明功能的介面 我們會列出使用者選擇的APP 所有擁有的權限 那點了權限之後 就會有細項的說明 像這邊取的例子就是 玩的網路存取權 這個權限的細項說明 然後使用者可以參考這個說明 然後來決定 待會要刪除的權限 就是要不要把這個權限刪除 然後接著這裡是管理權限列表的介面 我們這邊會有讓使用者勾選的地方 然後使用者可以自己選擇要勾選哪一個權限 那如果使用者不知道的話 這邊有刪除權限建議的按鈕 然後按了之後 我們就會有建議的選項 然後使用者可以選擇要勾選其他的來做刪除 那我們稍後會有影片為大家介紹 那我們這邊先說一下我們成果 就是首先這邊是修改之前 在管理系統管理程式的地方看到 這邊有四個權限 那我們修改之後 它就不見了 就是剩下一個權限而已 然後接下來由我來介紹總結 就是我們APP的目的就是 讓使用者運用刪除權限的功能 然後來防止其他應用程式 透過要求一些不合理的權限 然後竊取使用者各自 然後未來發展呢 就是等我們把我們的APP做 就是完完善的優化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放到Proplay上面 提供給大家下載 然後接下來我要demo一下實體操作的影片 首先就是我們 我們是用平板來做demo 所以就是要用平板 然後中間這個 是我們做的APPOMG 然後 然後就是我們 我是 就是我假設我先用 左邊 計算機的應用程式來做 對 然後 首先就是 按下去計算機應用 然後 然後會看到 然後上面會有廣告這樣 然後 會看到 然後上面會有廣告這樣 然後接著 接著 接著就是再按進去 接著就是按進去之後呢 我們APPD 你就會看到那個歡迎的介面 歡迎的介面 然後 接下來就是一些操作流程 然後如果假設就是你要跳過前面這些操作流程的話 就是按下面這個鈕 就是跳過說明步驟就可以直接開始了 然後你如果看完操作流程之後 就點START 點START 就可以直接開始 然後進去之後 就是這邊是讓使用者 就是去選擇 你想要刪除全線的應用程式 然後像我剛剛就說就是要選 剛剛我是要點往計算機 所以我等一下就選 計算機這個應用程式 接著進來之後呢 就是 後面就有點暗 就是進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會有免責稱名 就是跟使用者講說 就是你如果不小心三個項目 看到這個應用程式的主要功能的全線的話 它有可能就會打得掉 或是就是 馬上就會就會怪怪的 然後所以就是使用者 你可能就是要再去 重新安裝這個應用程式 才能使用 然後接著就是 會進到我們的主畫面 然後 綠色按鈕就是 讓使用者去選擇其他應用程式 然後黃色按鈕就是 就是一些我們那個 OMG更新的資訊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會去按藍色這個按鈕 查看全線說明 然後進來之後 就是會看到這個APP 它的 全部的全線有四個 然後你如果不知道那個全線是什麼的話 就是可以再按進去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的詳細的說明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點 就是管理全線列表 就是我們這個APP的主要功能 然後點進去之後就是 這個畫面就是讓使用者 他選擇 就是讓他去勾全知 他想要刪除哪一個全線這樣 那如果就是使用者他不知道想要 就是可以刪哪一個的話 我們右上角 有一個紅色按鈕 刪除全線建議這個鈕 就是可以按進去 然後就是使用者按進去 我們就會提供一些建議這樣 那按進去之後就是我們會問使用者 就是一些問題 然後像是第一個我問說 需不需要保護 然後因為感覺計算機就不需要 所以就是就不用勾選 然後第二個就是需要定位功能嗎 那如果就感覺計算機也不用 然後所以也不用勾 那第三個是社群需求 像是LINE FD那種帳號碼定之類的 這種感覺也不用 所以也不用勾 所以就是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那按確定之後就是 我們給的建議就是用 會用粉紅色的顏色來調整 然後就是使用者就可以做勾選 然後或是使用者想要自己勾 想要參數的權限也可以 然後這邊就解除安裝 然後這邊就是下載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會把 我們就是原本的APP 把它解除完裝之後 然後就是會到伺服器上面去下載 就是新修改之後的APP下來 然後接著然後再做重新安裝 然後像這邊就是 它其實原本有四個權限嘛 然後我剛剛刪掉三個之後 就只剩一個 然後這邊就是 就是安裝這個新的修改過後的APP 然後就是安裝一下 那安裝之後呢 就是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然後上面 因為我剛剛有刪到刪掉那個 網路的權限 所以上面就不會有報告跳出來了 所以就是其他應用程式也都可以 所以一直都可以使用我們的MV站 上輸影片做使用 然後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我們詢問這一組的那個 選擁件 有嗎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使用的 Sendry的系統的話 其實你們過多過少都會遇到 這些權限的問題 對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你們會後結束再跟 就是在座這邊的一些選擁件 我們現在換下一組的那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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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 欸 大家好 我們是職工系第三級同學 我是張旺平 然後他是江玉文 然後謝王堂同學 今天沒有帶 對 他就當兵了 然後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 直擊與可信計算平台 就是智慧 資料及時報酬 是的 然後我們的指導老師 是我們的范俊英老師 好 首先 今天想要研究費 對 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網路攻擊事件 其實是非常平反的 然後所以說 維護伺服器檔案的安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像我們現在常常就把一些 像FB的照片啊 就放到FB的伺服器上面 然後你像一些信件 然後你就會把它放到 Google的一些上面 或是Hardmail 那如果那些伺服器都要攻擊的話 那你的照片跟信件 就會發現 然後就會被解 然後呢 呃 產生一些不太好的後果啊 比如說 呃 那今天我們講一下我們的研究動機 現在已經有防破牆了 然後也會有防毒軟體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Intrution Prevention System 就是簡稱IPS 就是一個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系統 其實它蠻特別的 就是在說 欸 風包 就是網路上面傳輸的東西 就是風包啊 然後它就會檢測說 欸風包有沒有隱藏 然後它就是可以一個偵測說 欸 我到底有沒有被攻擊 這樣子 它是一個不錯的 蠻不錯的系統 好 但是 機制即便有這三個 那現在為什麼還可以 就是一直在網路新聞上面 看到說 欸我們常常網路被攻擊啊 台灣可能被中國大陸的台客 打了幾百次這樣 那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這幾個 都還是存在一些缺點 像是防火牆的缺點 就是它沒有辦法防止它會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的話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呃 我就是不管 你的密碼是射多少 射多長 那我就是一個一個慢慢測 那它其實也沒有辦法 對入侵者的攻擊 就是沒有辦法得知 然後 像是我剛剛說到那個IPS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現在的研究 就是在增加它的那些定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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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